最近受到热带性地气压的影响 中部大多有短暂雷震举 而突然的降举也会让许多民众是措手不及 杀戮清洁队就透过将回收的伞给重新修复 并设置了爱心伞区 还提供民众洽工使用 而清洁队表示许多伞其实只有一些小问题 经过简单的缝补就能够继续使用 也希望能够借此提倡资源永续 清洁队员透过铁丝缠绕将断掉的伞杆接合 与伞就能够继续使用 另一边的队员则是将伞骨和伞布重新缝合加强 看起来又是一把好用的新伞 杀戮清洁队透过队员巧手 每月修复约15支的爱心伞 提供民众洽工使用 我们的环保爱心伞的工作小组 是由我们区队的陈苏芬班长来带领我们区队 具有缝绵专才的同仁来完成 那主要呢 大概一个月我们大概可以回收 大概20来支的这个民众交付给我们这回收的雨伞 那经过筛选 经过修复 有的零件相互交换了以后 大概修复率可以到达15支左右 很多东西其实只要稍加的修复 稍加的运用巧思 它是可以发挥它的功能的 队长表示 伞被丢弃时必须先将骨架和伞布分离 才能进行回收 拆解过程耗时费力 清洁队透过修复爱心伞 不仅能让伞继续被使用 也达到垃圾减量 资源永续的目的 恰功的时候 那突然之间遇到下雨 没有带雨伞 淋了整身湿搭搭的 那我们如果这个时候 刚好有一把环保爱心伞 来提供给我们的市民朋友来使用 我想这个在我们的行政机关的服务上 是一个比较贴心的服务 像我们的儿童福利服务中心 我们的沙鹿村公所 我们民众往来比较多的地方 来做一个接洽 来提供我们的环保爱心伞 给我们的市民朋友 近期天气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影响 台中多有短暂雷震雨 队长希望能够借由提供爱心伞 让民众免于淋雨之苦 未来也将在多处地点 继续摆放爱心伞 造福更广大的民众 记者认为台中采访报导